当人类社会迈路21世纪的时候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书 名叫《人类一千年》 这本书公布了公元一千年到公元两千年 这千年间对人类文明发展 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百件事情 长征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唯一入选的事情 长征入选的原因是什么呢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给出了答案 他说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 用毅力 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 在我们这个世纪中 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 也没有什么事件像他一样 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 长征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 让人如此神往呢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一起认识长征 理解长征精神 长征啊 其实是一场被迫的战略转移 1961年6月21日 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 长征是光荣的 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 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这段话虽然简短 但却富有深意 不得不走 到处的当时红军放弃输区根据地 被迫长征的无奈 那为什么不得不走呢 据周恩来回忆 临时中央1933年初到了江西 执行国际路线 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 他虽然是个顾问 却成了太上皇 他说了算 他和博国的军事路线的结合 一直搞到争议会议 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 就是退出江西 被迫长征 被迫的长征并不是一片坦途 红军遭遇了无数的困难 一次次陷入绝境 为什么一次次陷入绝境呢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民党疯狂地围追堵截 红军长征那个年代 中国处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社会危机四伏 日扣野蛮侵略 国民党反动派 不顾民族威王 一心要剿灭红军 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进入了危机关头 红军长征期间 蒋介石先后调集了 三百多万重兵 进行围追堵截 可谓是担惊截律 蒋介石也曾多次 清零前线督战 这样凶狠的围追堵截 让红军实时处在危险的境地 二是党内错误入线和分裂主义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 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 红军放弃了最拿手的 激动灵活的战术 而与敌人打阵地战 以碉堡对碉堡短处突击 造成了极大被动 使出区大面积萎缩 红军损失惨重 被迫长征 长征初期 左倾错误路线继续使红军 遭受巨大的损失 湘江一战 红军从8.6万余人 锐减到3万余人 蒋介石剿灭红军于 湘江的计划几乎得逞 后来 遵义会议的召开 解决了党内面临的 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结束了左倾路线 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 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完成了党 生死攸关的历史性转折 1935年6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 胜利会师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 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 鼓舞了党和红军的胜利信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党中央 和中阁军委 于张国焘之间 却发生了 北上还是南下的原则之争 张国焘拒不执行 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还背着中央 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甚至公然另立中央 这是长征史上 惊心动魄的一幕 关系到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的生死存亡 1960年 美国著名作家 埃德加·斯诺 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 问道 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是什么时候 毛泽东回答 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 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 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三是穿越雪山草地等生命禁区 雪山是雪线以上积雪中年不化的山脉 川西的雪山 雪线夏季在海拔3700米左右 雪线以上寸草不生 空气稀薄 风暴雪崩不断 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雪山 是夹金山 当地民谣说 夹金山 夹金山 鸟儿飞不过 男人不敢攀 要想翻越夹金山 除非神仙下了凡 雪山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 红军过的松搬草地 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 海拔在3500米以上 草地区域昼夜温差很大 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 气候变幻目测 每年5到9月 雨季来临时 草地成为沼泽国 越往牲畜走 沼泽越多 鸟寿绝踪的大雪山 荒无人烟的水草地 正是这样的生命禁区 吞噬了无数战事的生命 有研究表明 红军三大主力 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 非战斗检员 至少在万人以上 艰难困苦 欲辱于尘 国民党疯狂地围贼堵截 党内错误入线 与分裂主义 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 共同导演了长征的悲壮 长征历史之长 规模之大 行程之远 环境之险恶 战斗之惨烈 在中国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在世界战争之上 乃至人类文明史上 也是极为罕见的 索尔兹伯里说 他不是一般意义的行军 而是为了避开 蒋介石的魔爪 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 征途慢慢地撤退 是一场显向还生 危在旦夕的战斗 从1934年10月 到1936年10月 在漫漫征途中 红军将士同敌人 进行了600余次战斗 跨越了近百条江河 翻越了40余座高山 其中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 就有20余座 穿越了被称为 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用顽强的意志 征服了人类的极限 红军将士上演了 世界军事史上的战争神话 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